目前法国的民众就是因为年薪改革问题走上了街头 所以这阵子如果你要到法国去的话 交通部分可能要注意 因为他们正在大罢工当中 在13号 法国的民众再次走上了街头抗议 这一回有抗议者闯到了LV的总部 释放红色信号弹 在街头也跟正报警察发生了严重的激烈冲突 警方用催了瓦斯强力的疏解 一群人挥舞着燃烧帐棒 举着棋子闯入精品烈龙头路易威登的集团总部 大厅一时间烟雾弥漫 大批人群挤在电梯上涌入接待区域 而在更高的楼层有着全球首富阿尔诺的办公室 法国13号各地涌现抗议群众发动第12轮罢工 他们反对年金改革将退休延迟两年到64岁 于是占领了精品店大楼 呼吁有钱人为国家养老金提供资金 而在巴黎巴士底广场 警民之间也发生暴力冲突 警察手持警棍和盾牌殴打示威群众 也出动催泪瓦斯顿时间白烟弥漫 四处都在街头大乱斗 有车辆被纵火燃起熊熊的火焰 又群众围着火跳舞 警方出动水炮车 试图用强力水柱驱散人群 法国铁路公司员工员集体发工 有数百人拿着旗帜 在火车站和列车内抗议 部分列车被迫取消 14号宪法委员会对退休改革做出裁决 但工会誓言斗争还没结束 已经计划在五一劳动节时 在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巴西总统鲁拉访问中国大陆 14号在北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两人也在会后签署了合作文件 除了签署多项的双边合作文件之外 还发表了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表示将跟巴西积极探讨共建 一带一路和巴西再工业化战略对接 大陆也坚定的支持拉丁美洲 跟加勒比海国家 它巩固和平稳定独立自主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